其所立正是第一意 关于第一意或无 不可以有任何言说 所以表示第一意的最好方法是保持静默 从这个观点看来 一切佛经都与第一意没有任何真正的联系 所以建立灵济宗的一玄禅师 八百六十六年促 说你如玉的如法见解但莫受人祸 向里向外逢者便杀 逢佛杀佛逢祖杀祖使得解脱 古尊素语录卷四 修行的方法 第一意的知识是不知之之 所以修行的方法也是不修之修 据说马祖在成为怀让七百四十四年促 弟子之前住在横山在京湖南省上 独处亦安为习坐禅凡有来访者都不顾 怀让一日将专于安前摩 马祖亦不顾 实际九乃问曰 做什么 师云 摩坐禁 马祖云 摩砖岂能成敬 师云 摩砖既不成敬 坐禅岂能成佛 古尊素语录 卷一 马祖闻言大悟于是拜怀让为师 因此照禅宗所说为了成佛最好的修行方法是不做任何修行 就是不修之修 有修之修是有心的作为就是有味 有味当然也能产生某种良好效果但是不能长久 黄波 西韵 禅师 八百四十七年促说 摄使横沙结束行六度万行的佛菩提亦非究竟 何以故 未属因缘造作故 因缘若静还归无常 古尊素语录卷三 他还说 诸行尽归无常 势力皆有尽其 犹如建设于空力尽还坠 都归生死轮回 如私修行不解佛亦须受辛苦岂非大错 同上 他还说 若未会无心者相皆属摩业 所以菩提等法本不是有 如来所说皆是化人 犹如黄叶为金钱及指消而提 但随缘消旧叶末更造新秧 同上 不造新叶并不是不做任何事而是做事已无心 因此最好的修行方法就是以无心做事 这正是道家所说的 无畏和无心 这就是会员的理论的意思 也可能就是道生的 善不受报 这种修行方法的目的不在于做事已求好的结果 不管这些结果本身可能有多么好 无宁说他的目的在于做事而不引起任何结果 一个人的行为不引起任何结果 那么在他以前积累的夜消除静静以后 他就能超脱身死轮回达到涅槃 以无心做事就是自然的做事自然的生活 一旋说 道留佛法无用功处 只是平常无事阿使送尿者依吃饭困来及我 愚人笑我至乃之焉 古尊素语露卷似 有些人刻意成佛却往往不能顺着这个自然过程 原因在于他们缺乏自信 一旋说如今学者不得并在胜处并在不自信处 你若自信不及便茫茫的迅一切静 转被他万静回患不得自由 你若些的念念持求心便与祖佛不别 你欲识的祖佛摩指你面前听法的事 同上 所以修行的道路就是要充分相信自己其他一切 别放下不必于日用平常行事外 别有用功别有修行 这就是不用功的用功也就是禅师们所说的不修之修 这里有一个问题 果真如以上所说 那么用此法修行的人 与不做任何修行的人还有什么不同呢 如果后者所做的也完全是前者所做的 他就也应该达到涅槃 这样就总会有一个时候完全没有生死轮回了 对这个问题可以这样回答 虽然穿衣吃饭本身是日用平常事却不见得做起来的都是完全无心因而没有任何智者 例如有人爱漂亮的衣服不爱难看的衣服别人夸奖他的衣服他就感到高兴 这些都是由穿衣而生的智者 禅师们所强调的是修行不需要专门的行为诸如宗教制度中的礼拜祈祷 只应当于日常生活经无心而为毫无智者也只有在日用寻常形式中才能有修行的结果 在开始的时候需要努力其目的事无需努力需要有心其目的事无心正向为了忘记先需要记住必须忘记 可是后来时候一到就必须抛弃努力达到无需努力抛弃有心达到无心正向 终于忘记了记住必须忘记 所以不修之修本身就是一种修正如不知之之本身也是一种之 这样的知 不同于原来的无明不修之修也不同于原来的自然 因为原来的无明和自然都是自然的产物而不知之之不修之修都是精神的创造 顿悟 修行不论多么长久本身只是一种准备工作 为了成佛这种修行必须达到高峰就是顿悟如在前一章描述的好比飞跃 只有发生飞跃之后才能成佛 这样的飞跃禅师们常常叫做 见到 南全禅师仆愿 八百三十年促 告诉他的弟子说 道不属之不知之是忘觉不知是无济 若真达不已之道 犹如太虚 扩然岂可强是非也 古尊素语录 卷十三 达到就是与道统一 他如太虚扩然也不是真空 他只是消除了一切差别的状态 这种状态禅师们描写为 至于李明静与神会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古尊素语录 卷三十二 后两句最初建于六祖坛经 后来为禅师们广泛引用意思是只有经验到经验者与被经验者名和不分的人才真正知道它是什么 在这种状态经验者已经抛弃了普通意义上的知识 因为这种知识假定有知者与被知者的区别 可是他又不是无知 因为他的状态不同于男犬所说的无济 这就是所谓的不知之之 一个人若到了顿悟的边缘 这就是禅师最能帮助他的时刻 一个人即将发生这种飞跃了这时候 无论多么小的帮助也是重大的帮助 这时候禅师们惯于施展他们所谓 棒喝的方法帮助发生顿悟的一跃 禅宗文献记载许多这样的事情 某位禅师要他的弟子考虑某个问题 然后突然用棒子敲他击下或向他大喝一声 如果棒喝的时机恰好 结果就是弟子发生顿悟 这些事情似乎可以这样解释 施展这样的物理和生理动作震动了弟子 使他发生了准备已久的心理觉悟 禅师们用如筒底字拖的比喻形容顿悟 筒底字拖了则筒中所有之物都顿时拖出 同样的一个人顿悟了就觉得以前所有的各种问题也顿时解决 其解决并不是具体的解决而是在悟中了解此等问题本来都不是问题 所以悟后所得之道位不宜之道 无得之德 顿悟之所得并不是得到什么东西 书周禅师清远 1120年促 说如今明得了向前明不得的在什么处 所以道向前明的便是及经物的及经物的便是向前明的 古尊素语录卷32 在前一章 我们已经知道按森照和道生的说法真实及现象 禅宗有一句常用的话 山是山水是水 在拟弥中山是山水是水 在拟物时山还是山水还是水 禅师们还有一句常说的话 骑驴密驴 意思是指于现象之外密真实于生死轮回之外密灭盘 书周说 只有二种病 一是骑驴密驴一是骑驴不肯下 你道骑驴驴了 更密驴可杀是大病 山森向你道不要密 灵力人当下时的除雀 詴驴并狂心碎习 即时的驴了骑了 不肯下此一病最难一 山森向你道不要骑 你便是驴进山和大地 是个驴你做谋生骑 你若骑管去并不去 若不骑十方世界阔落地 此二病一时去心下 无疑是名为道人父有什么事 同上若以为物后有的便是骑驴密驴骑驴不肯下 黄波说 雨莫动尽一切深色尽是佛事 何处密佛不可更头上 安头嘴上安嘴 古尽数语路卷三 只要悟了则尽是佛事无地无佛 据说有个禅僧走进佛寺向佛像土坛 他受到批评他说你只给我无佛的地方吧 见传灯路卷二十七 所以在禅宗看来圣人的生活 无异于平常人的生活 圣人做的事也就是平常人做的事 他自迷而悟从凡入圣 入圣之后又必须从圣再入凡 禅师们把这叫做 白齿干头更近一步 白齿干头象征着物的成就的顶点 更近一步意味 祭物之后圣人还有别的事要做 可是他所要做的仍然不过是日用平常的事 就像南全说的 直向那边会了却来这里行旅 古尊数语路卷十二 虽然圣人继续生活在这里 然而他对那边的了解也不是白费 虽然他所做的事只是平常人所做的事 可是对于他却有不同的意义 如百丈禅师淮海八百一十四年促所说 为物为解十名贪称无此字 误了换作佛会 故云 不亦旧时仁亦旧时行旅处 古尊数语路卷一 最后一句看来一定有文字上的额物 百丈想说的显然是 只亦旧时人不亦旧时行旅处 人不一样了 因为他所做的事 虽然也是其他平常人所做的事 但是他对任何事皆无智者 禅宗的人常说 如果终日吃饭未曾咬着一粒米 终日这一未曾接着一缕丝 古尊数语路卷三卷十六 就是这个意思 可是还有另外一句常说的话 丹水砍柴无非妙道 传灯路卷八 我们可以问如果丹水砍柴就是妙道 为什么是富士君就不是妙道 如果从以上分析的禅宗的教义 推出逻辑的结论 我们就不能不做肯定的回答 可是禅师们自己没有做出 这个合乎逻辑的回答 这只有刘带心儒家来做了以下四章就专讲心儒家 中国哲学简史 逢有了